只在我还没有爆红以前 我就是她的XXXX 去看看她身边的人 第一个要拍她马屏 然后第二个就是要对她必够必进 她长期是一个老二的状态 她就是很想要当哥的感觉 把她当哥,捅在手掌心 她有很无畏的吹毛求子跟完美主 然后我觉得跟这样的人相处 是蛮辛苦的一件事情 她是一个很爱记仇跟记恨的人 这是我认识的黄子娇 那我们来跟你聊一下 我认识黄子娇 算是有点小八卦时间 我认识黄子娇 然后呢 我跟她算是联友的关系 在很多年以前 因为我是一个活动主持人 然后她在活动主持界 也算是大哥级的人物 所以难免会互相认识 在我还没有爆红以前 我就是她的联友了 然后后来我大概 2016 15年 我忘记了 然后呢 我去上过一个黄子娇主持的节目 叫做笑花来了 它是一个辩论节目 不过那个辩论节目 可能当年想要抄袭 那个中国的奇葩说 所以就邀请了很多网红 因为他们就又想要网红的流量 那可是大部分的网红 你知道就 本来就不是辩论出身的 所以那个节目呢 基本上就是一个 非常烂的辩论节目 但我也是在那个节目里面 认识小A啦 变成好朋友 然后那节目里面 还有统神 还有谁啊 我想 胖虎 大概就是一些网红 这样子 然后那时候 我是觉得辩论节目有趣 所以我就去上了 那在那个辩论节目里面呢 是黄子娇主持的 那我因为那节目 跟唐老师 唐启阳老师 变好朋友 然后那个节目 还有曲家瑞这样子 唐启阳跟曲家瑞 算是那种 评审的角色 黄子娇是主要主持人 然后在那个节目当中呢 我就是算是跟黄子娇 黄子娇有共事过吧 我跟她并没有 太热烈的交集 但就 因为我认识黄子娇这个人 所以在我几年前 我不是出世才这样讲的 在我几年前的直播 就有人跟我点播过 黄子娇这个人 那我就有讲过说 我觉得呢 我没有跟黄子娇 有太密切的交集 是因为呢 我并不想要拍她骂屁 因为黄子娇 多年来 她在演艺圈 就是属于老二 如果你要说歌 你会说 奶歌 瓜歌 献歌 成歌 飞歌 你以前是不会讲娇歌的 就是黄子娇 你就会觉得说 她很没有观众缘 就 观众 如果是黄子娇 拉主key的节目 你收视率都不会太好 谢谢白饭 姨姨加油 谢谢 就黄子娇 就是属于一个 观众不会特别想要 因为黄子娇 然后你去看这个节目的人 所以她在演艺圈 这么多年 都只能扮演一个 就是那种 比较老二的角色 然后呢 她就会非常的喜欢 别人吹捧 那你知道演艺圈的 有些大哥喜欢别人吹捧她 比如像献哥 你要吹献哥 是因为 献哥 那个人本来就是属于那种 浩大喜功的角色 但黄子娇不是浩大喜功那种人格 黄子娇是因为 常年来当老二 很不甘心 然后呢 所以她就一定要 你如果想要跟她 比较有交集的话 你就要一直 去拍她马屁 然后就要说 娇哥 就是 娇哥我真的非常的崇拜你 我就很想要跟你学主持 比如像Lulu那种人这样子 我之前就跟她工作的时候 我就 那个节目 我从来都不会在私底下 比如说 你知道有些休息时间 或什么的 有些人可能就会 想要跟黄子娇 拉近距离这样子 但我就是从来都不理她这样子 我通常就是 那个上完节目 那领了那个微博的 小小的通告费 就闪人这样 然后呢 我就觉得黄子娇 就是跟我一直都 她也 她也不太想理我 因为我就是不太会理她的人 然后呢 但因为是联友的关系 所以黄子娇会 在每年你生日的时候 大概准时12点吧 她就会立刻的留言 然后就祝你生日快乐 但她不是只对我这样子 她是对每一个人都这么做 所以这就是她在演艺圈 一直以来 还能够维持 一定节目量的方式 就是她很会做这种公关 就可能你再 再怎么样小咖 她都会 在你生日的时候 祝你生日快乐 同样 会做这样事情的人 除了黄子娇 演艺圈还有 其他的 算歌级的主持人 也会做这种事情 那这种人是怎么样 他们就是很会 他们就是 不是一线的大哥 大概有一点 二线快要到一线 大概这个位置了 通常很多都会做这种事情 然后呢 我 你说20 你说你2015年 跟焦哥合照 有发文说 跟偶像合照到 对 因为在活动主持界当中 他真的是我的偶像 就真的主持得非常的好 我没有话可以说 但是我跟他 完全的没有任何的交集 我也不会去跟他讲说 焦哥你真的好棒哦 通常都不会 我就是 我自己 以前也会去看 黄子娇主持活动的现场 因为活动主持 他真的没话讲 但节目他真的是不怎么样 谢谢AL 一药多重粉哦 谢谢你 所以我之前 也有 也有什么 我之前也有跟随堂合照过 然后我也有说 是跟女神合照这样子 那后来我骂随堂 也有很多人出来 就是一直骂我 然后就说 你之前就说 跟随堂女神合照 然后你现在还讲随堂 不是啊 一马归一马 就是我当时真的觉得随堂很漂亮 所以我觉得我跟女神合照到 但是后来随堂出了那些事情 我真的觉得他很糟糕 所以我出来骂随堂 我不知道这两件事情 到底有什么关系 所以以前有 称赞过某些人 他某个地方 某个领域 我觉得他很棒 那后来他出事 我就不能出来骂他了吗 不是很奇怪吗 但是呢 如果说你就是 想要巴结他这件事情的话 我是真的完全的没有 你去看看他身边的人 黄子教身边的人 都是要留下来的人 就是要第一个要拍他马屁 然后第二个就是要对他毕恭毕敬 就他身边的助理啊 什么的啊 都是这样对他毕恭毕敬的 就我一直都觉得 他身边的助理们压力都非常的大 就你就会很很 就觉得说你要把 因为你知道他长期 是一个老二的状态 他就是很想要当哥的感觉 所以他会很要求身边的人 都要把他当哥 捧在手掌心 或是要很认真的尊敬他 跟他讲话也要充满敬意 不可以跟他开一些 就是很朋友一般的玩笑 就你一定要懂得敬老尊贤 他就属于那种 真的很需要别人敬老尊贤的人 但因为我真的没有办法敬老尊贤 所以一直以来 我就是跟他没有什么太大的交集 然后后来就是 过几年吧 可能就是他觉得我争议太高了 然后因为他就是属于那种 在演艺圈要人人好的人嘛 所以后来他就不再祝我生日快乐了 他大概只有祝我生日快乐 大概两年吧 然后后来他就再也不祝我生日快乐 所以这就是我个人认识的黄子娇啦 反正他就是属于一个需要别人吹捧 然后相对也比较怕事的人 然后他很想要在每一个人的面前 都是喜欢他 他想要每一个人的喜欢 就你只要对他稍微有一点点的负评 他都会非常非常的在意 然后你去看他历年来在脸书上面 每一篇文章的发文都是格式很齐全的 就是每一个格都是这样 刚刚好刚刚好 不管怎么样 他都要像写诗一样刚刚好这样 你就会知道说这个人在某个方面 他有很无畏的吹毛求辞跟完美主义 然后我觉得跟这样的人相处是蛮辛苦的一件事情 就是一个很强迫症的人 那这是我认识的黄子娇 像黄子娇是他犯错啊 就是反正他不好你都不能跟他讲 你如果跟他讲的话 他就会把你记在心里 就会记仇很久 就像他后来抖出一大堆什么大小S啊 什么曾果成啊 吴宗仙那些事情 就是他是一个很爱记仇跟记恨的人